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话语创造的大能 我曾听过一个故事 有位金克拉博士 经过纽约的地下道 看到一个乞丐在卖铅笔 这个博士就跟平常一样 丢给他一块钱就走过去 没有拿他的铅笔就走了 但是过了不久 这个博士又回来 跟那个乞丐说 你要给我一块钱的铅笔 你要给我一块钱的铅笔 他很认真的说 这个乞丐吓了一跳 通常人都不会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乞丐 所以给了他一块钱就走过去了 但是这位博士对他说 你要给我一块钱的铅笔 这个乞丐心想 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奇怪 他大概跟我一样穷 所以不得已就给了他一支铅笔 接着这个博士就对乞丐说了一句创造性的言语 他说 嘿 现在你的职业跟我的职业是一样的 你已经不再是乞丐了 你不是在路边收一块钱美金给人一支铅笔的乞丐 你是堂堂正正的企业家 你是商业人士 这位博士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个乞丐的思想和自我形象 并且给了他勇气 那天晚上乞丐在回家的路上开始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是乞丐 我是企业家 我是企业家 我是卖铅笔的企业家 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大企业的企业主 后来他去找这位博士说 你那句话改变了我 别人一向不管我会不会给他们铅笔 丢了一块钱就走了 我以为那就是我的全部 因此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乞丐 但是你会来跟我讲 你跟我一样是企业家 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世 今天的朋友 这叫创造性的话 是让人对未来能够有一个明亮的期待 让我们对自己 对别人说喜乐成功创造性的话 让人能够期待 自己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有一篇小文章说 你正在制造伟人 美国知名的作家霍商 年轻的时候 他原来是一个上班族 有一天呢 他高高兴兴地去上班 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封信 没想到打开来竟然是解聘书 这封解聘通知来得太突然了 他几乎崩溃 简直不能相信 回到家里 他不知道怎么跟太太讲这件事情 晚餐后 他还是不得不 把这个解雇的事情告诉太太 然而这个妻子听完之后 就生起碧乳的柴火 让整个房子都觉得很温暖 随即他走到房间里 拿出纸跟笔 温柔地对丈夫说 老公 你不是一直抱怨 没有时间写作吗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你的美梦了 霍商听了很感动 在妻子的鼓励下 重拾信心 过了没多久 这位失业的小职员 完成了一部震撼文坛的剧著 叫做《红字》这本书 一直到今天货商的文字 对美国文坛都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亲爱的朋友 学习对自己 对别人说喜乐 成功创造性的好话 可以让一个失业的小职员 变成大文学家 可以让一个乞丐成为企业家 这篇文章的最后 作者说切记 你可能正为这个世界制造伟人 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旁边的人重新得利 祝福您透过话语 每天把盼望带给周遭的人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